原警骑车发现有人闯红灯过马路 仔细看是一名小学生 但不管大人小孩 当场先开出一张罚单 被开单的地点就在新北市板桥南亚南路二段 因为这里斑马线比较长 中间还有分隔岛 来不及走完就要再等一个红灯 就有家长控诉说 27号晚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回家时 违规过斑马线 被远警开单 家长说女儿被吓到回家一直哭 至于警察对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 难道不能先用劝导的方式吗 本案新人违规 非属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系统第十二条 可劝导的项目内容 未满十四只税之人违规 处罚其法定代理人 其实这个路口两个红绿灯相差三十二秒 常常无法一次过完 只要左右没有来车 就容易发生民众闯红灯 甚至有人没发现原来有两个红绿灯 其实分隔岛隔开两个斑马线 车辆行驶方向相反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确保行人安全 再加上过去也发生过国小学童违规穿越马路 因此发生意外 这回小学生被开罚单 尽管看罚两级 但都是为了安全着想 TVB新闻思选黄敬芬新北市报道